小泽 下腰 把子快出来了 小泽 下腰 下腰 把儿子了 小泽 儿子不会嫌弃 二宝吃的傻子吧 不会的 二宝 傻二宝 当初要是有钱带你去医院 你也不会这样 帮帮我 儿子 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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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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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小泽 跟我们回家 我家阿宝 路总 你忘了吗 您是全国首富路霄 我家阿宝 我要回家了 我老婆还在那里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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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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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泽 这个瞎子 居然跟鲁肖生了个崽子 阿宝 谁 姐姐 是我呀 没想到你居然躲到这儿来了 还跟男人生了个野种 阿宝呢 我的孩子呢 他们呀 都被我杀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杀了你 想杀我 下辈子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找我了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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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随便还有一个孩子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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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总听闻您六年前头部受伤变成傻子 前代今晚就会放好了吗 您捏紧六岁的儿子陆光峰 是您唯一在提供人吗 路总 路总 六年前的那个女人找到了吗 您丢失了当时的记忆 只能靠着半块一佩找人 继续找 另一半玉佩一定在她身上 找到玉佩 就能找到 是 陆峰峰那臭小子吗 把您的征婚启事 切得满城都是 八块腹肌翘臀腿男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有房吗 也给阿宝看一下 我爸爸很帅的 不错 阿宝 你也看一下 胡闹 路总 您确定叫机器熊雅少爷 他现在还不知道您是首富 等他传电再告诉他也不迟 给我找到他 嗯 喂 师傅 我一定找个好男人 一起来报答 当年您治好了我的眼睛 啊 嗯 找回 我这就去给妈咪找个又高又帅气 还有八块腹肌的老公 让他也尝尝爱情的甜蜜 知道了 您放心 啊 嗯 拜拜 火火 火火 啊 是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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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啊 啊 欢欢 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他 哎 陆总 小少爷 还在给您相亲呢 哦 啊 佼佼 叔叔还没有死 他回来了 我爹地二十八岁 有正当职业 年薪十万 无不良品 单身带个男娃 我妈咪二十六岁 医院上班 年薪二十万 貌美温柔 单身带个女娃 这是我爹地的体检报告 这是我妈咪的生辰八字 甜蜜 甜蜜 妹妹 哈 出火火 你在干什么 爹地 你 妈咪 是你 妈咪 我找到爹地了 火火 你就这样给妈咪嫁人了 妈咪 你嫁了个老公 还多了个儿子 满一缩一 你赚大了 风风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这 爹地 我也想有个妈咪 因为 西上只有妈妈好 美妈的孩子 先跟从 风风从小缺少母爱 给她找个妈妈也不实现坏事 爹地 我掐指算过了 妈咪是你的真蜜天女哦 而且你和妈咪结婚了 我就有个妹妹了 如果我的儿子还在 也有这么大了吧 我居然带着孩子闪婚 嫁给只见过一次面的男人 爹地 妈咪 我们替你保管 走吧 妈咪 你老刚在这 我们一家人要住在一起 我们家房子是租的 很小 够住够住 我们不嫌弃 走吧 我们一起回家吧 六年前没把她给烧死 还让她生了一对龙凤胎 娇娇 路总失忆了 她不会想起来六年前的事 凭什么 凭什么 我是她的未婚妻 我陪她露霄六年 凭什么处子一回来就能嫁给她 娇娇 你还有我 出此 我的男人 我的一切 你都却想抢狗 你进来前 不会敲门吗 陆先生 无意冒烦 妈咪 芳芳 芳芳 你怎么起来了呀 咱去睡一会儿 去吧 妈咪 你今天上班会遇到坏女人 要注意安全啊 知道了 小神算子 回去吧 嗯 陆总 神经军确已经同意给小少爷治校转病了 陆先生 呃 那个 这是您的车吗 我现在还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 这不是我的车 我上班要迟到了 今天早上好像有堵车 您能不能烧我一段 没问题 走吧 谢谢 陆先生 那我就先去上班了 拜拜 陆总 不好了 楚娇娇自杀了 陆哥哥 我到底哪不好 我可以赶 可你为什么非要去带着拖油瓶的那个寡妇呢 陆哥哥 我们可是有婚约在的 抛弃我娶了别的女人 那我可就不活了 楚娇娇 这份婚约是你向奶奶求来的 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应该取消了 二零七病房 崔主任让我检查一下你的手腕伤口 楚娇娇 你们认识 陆哥哥 你还记得我那个跟野男人私奔的自杀女姐姐吗 就是她 四伤女是你才对吧 楚娇娇 怎么 你这是亏心事做多了 等着下地狱 陆哥哥本来是要跟我结婚的 是你插足 我从来都没有打算要跟你结婚 楚娇娇 还当舔狗啊 陆哥哥 我劝你赶紧跟他离婚 他可一点也不干净 假自杀 这么心机呢 楚娇娇 我外面还有工作 那晚上的时候我们回家见 楚娇娇 当年你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 我要你百倍奉还 陆哥哥 我只是太想见你了 所以我才 我最讨厌的就是欺骗 楚娇娇 你好自为之吧 陆哥哥 都手帮 风风 风风 爹地 刚刚有快递员叔叔送来一份快递 哥哥你打开 哥哥就呼吸困难了 哥哥你怎么了 呼呼呼别哭 跟爹地送哥哥去医院 好 老方 走 医生 医生 什么 把孩子放下 好 这里可是私人医院 专门给有钱人看病的 你呀 滚滚滚滚 你说什么 这孩子看上去啊 就没有抢救的必要了 直接跟火灶厂联系吧 谁在这闹事啊 月长 是他 陈主任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咱们医院求人免计 都是一些地痞流氓 死就死了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 你们医院 我能不能进 月长 闭嘴 不长眼的狗东西 你儿子送来的太晚了 就算传说中的神医来了 他也是救不了的 哥哥 你不能死 峰峰这是怎么了 峰峰有先天性哮喘病 他和伙伙都有先天性哮喘病 我能治 哥哥你醒了 峰峰 峰峰 妈咪 没事了 峰峰 妈妈在这儿 我也要下班了 带他回去休息 好 那你们先回去 我有些事情要处理一下 陆总 对不起 黄北管好手底下的人 陆总 我不知道是你啊 我狗眼看人帝 我错了 我求你饶过我吧 你放了我吧 把他给我丢出去飞狗 把他给我带走 陆总 陆总啊 陆总 等我查一下处辞是不是云圈神医 废物 陆峰峰那个死小子聪明的狠 绝不能被他发现处辞就是他亲妈 赶紧去给我解决这个麻烦 六年的付出 圈舞不热陆峰的心 既然如此 你就别怪我了 初总 这是陆先生的 陆峰 给我 出去啊 陆哥的心里肯定还是有我的 嗯 � Kiol 初 ho 六年前你欠下的债该还了 楚瓷 你这个贱人 爹地 怎么了 伙伙 妈咪不舒服 快去看看妈咪吧 好 陪你去看看 这个盘子是价值千万的青花瓷盘 爹地不会是隐藏的富豪吧 怎么了 怎么了 爹地和妈咪是夫妻 当然要睡在一起了 我给我们生起个弟弟妹妹 楚色 今天谢谢你救了 芳芳 卢萧 其实六年前我的儿子刚出生酒 六年前 露萧 露萧 你怎么了 露萧 露萧 你怎么了 露萧 露萧 你醒醒 露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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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醒了 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的 我知道 陆先生 叫我卢萧 卢萧 你之前是不是接受过电击治疗啊 我 我确实接受过电击治疗 因为六年前 我傻过一段时间 露萧 广 爹地我把我的平安符送给你 这是我母子留给我的平安符 看个儿子戴上他 风风 你这张平安符是从哪来的 风风的妈妈是谁啊 难道风风就是当年 平安符 应该是我奶奶留给风风的 原来是他奶奶送给他的 六年前 那个孩子已经被楚娇娇杀害了 风风怎么可能是他 我去拿拖把拖地 爹地你说谎 这个平安符分明是我亲生妈咪留给我的 风风 以后楚思就是你妈咪 我懂了 你是怕楚思妈咪不高兴 这是个善意的谎言 聪明 我来 妈咪别走吗 咱们一起睡 还有我呢 我们一家人要整整齐齐的 真的可以吗 放心吧 没有被子 爹地妈咪就会互相娶暖 哥哥真聪明呀 别崇拜哥 哥只是个传说 走 火火火早安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说等孩子睡着就去隔壁睡吗 说话呀 你怎么不说话呀 上班太累了 睡着了 昨天晚上你没对我做什么吧 上班这么累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去给孩子做 我去给孩子做饭 我去给孩子做饭 妈咪送给你的 哇 我去给孩子做饭 富二代了吧 什么超级富二代 超小一下嘛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我接受你的平庸哦 去来妹妹换衣服 哥哥 走了 你不解释一下吗 面子 都是假的 一百块钱一块 喜欢啊 拿去吧 就等你这句话 我觉得这个好看 我带他去上班 那快表一千万 你说什么 我自己去上班 哥哥 爹地好像有事瞒着我们 什么事啊 爹地在隐藏身份 爹地 你为什么 医生 我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除你事 你得的是血癌 血癌 怎么可能得血癌呢 一定是你误诊了 快到我重新检查 去 走啊 快 我行医诊病一向严谨 不可能出错 不行 我今天就在这 你必须想办法救我 必须救我 你的病只有云 却神医才能治 不行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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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 要救我 保安 保安 我救在这 我天哪儿饶不去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这个无量的医院 救命啊 你给我放开我 楚娇娇 来人 楚医生认识那位患者 他得了什么病 他得了血癌 血癌 他也是个可怜人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楚娇娇 我怎么能让你轻而易举的死掉呢 我年纪轻轻的 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不可能 假的 天人 不可能 舅舅 怎么了 别哭 有我在呢 不责 我得了绝症 绝症 血癌 只有神医云雀能救我 可是 他平日里伸出鬼没的 不责 不责 曾经花了几千万 也只是联络到云雀的助理 楚总 神医云雀来了我们楚氏集团 神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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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神医救命 必须牵了他 我牵 我牵 请您过目 神医 我求求你救救我 只要你能救我 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如果说让你去死呢 如果说让你去死呢 楚氏 怎么是你 怎么不能是我 楚娇娇 我正式通知你 楚氏集团 现在是我的 是你的 你刚才骗我牵的是什么 股权转让书啊 居然敢假冒神医 骗我牵股权转让 你这个贱人 楚娇娇 我这是拿回 我劝你 还是不要白费力气 还有啊 我不会让你 舒服的死去的 你 我要你为当年 做的事付出代价 楚氏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你是没张脑子吗 看不出来他是假冒的 我以为他真的是神医 楚氏那些人 怎么可能是真的神医云圈 说此 你还真是长本事 居然敢见我 既然这次 是你先招惹到我头上的 那我用你的一个仔 换我的一条命 没问题吧 风风 风风 欢呼 风风 欢呼 绑架 别在哪里 我去找你 外女人 快放了我们 你们叫妈妈 我就放过你们 你才不是我们妈妈呢 乖 听话 叫妈妈 给你们吃糖 你给我吃我就叫 嗯 松口 哎呗呗呗 手指痛 好红红的 才不是我妈咪呢 我妈咪是主词 香香软软 比你漂亮一万倍呢 小爷 忠忠忠再说一次 我掐死你 掐死你 你们没事吧 妈咪我没事 你敢打我 楚娇娇 你不就想治病吗 只要你放了孩子们 我就给你治 你给我治 你是个什么东西 上 放开我 你放开 你给我喝了什么 只要你死了 露霄就是我的了 自然会找到神医云雀 给我治病 你们几个 记得多拍几张艳照 随便让露霄看看 他处辞就是个什么烂货 这两个小崽子带走 芳芳 哪里 芳芳 芳芳 这两个还想跑 快点 放开 越正常 越正常我越兴奋 身材真不错 芳芳 你谁 都给我干他 是 铁头 你死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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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 说 谁派你们来的 楚娇娇 滚 走了 走了 芳芳 芳芳 他们给你喂药了 芳芳 爸爸 我 芳芳 帮帮我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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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到底是谁 阿宝 阿宝 楚磚 六年前我们 六年前我们 路走 找到少爷小姐了 大丁 妈咪 楚磚 快车救护车 大丁我能救妈咪 妈咪 好了 楚磚 露香 刚刚我是 你没事酒 孩子也是楚娇娇拐的吗 是他 我看他真是不想活了 莫泽 把楚娇娇给我抓过来 您消消气 楚娇娇得了血癌 快 把他交给我 楚夫人 生日快乐 谢谢 听说您今天要展览 楚家的无价之宝 海洋之心 我们可有大宝眼福了 谢谢各位 请吧 请吧 妈 您不是说花了一千万 邀请神医云雀参加寿宴吗 他人呢 来了 除娇娇 我们又见面了 怎么又是你 死丫头 你来干什么 杨淑霞 你还真是不要理 拿着我父母的钱在这办寿宴 你良心被狗吃了 你爸是我老公 他的钱 我怎么就不能花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年是怎么上的位 凭你这种贱人也被参加我妈的寿宴 有关 这是邀请函 别以为随便拿张邀请函就能混进去 干什么 海洋之心是我父母的遗物 我有权利拿回 把这个箭子给我轰出去 妈 陆少爷 您来了 楚伯母 我本不想来 但奶奶临终前的遗愿就是要我亲自给你送上寿礼 不过 从今以后 陆首两家再不来往 告辞 陆哥哥 楚夫人 那个叫楚慈的女人 拿走了海洋之心 什么 楚慈 下来给我 还你 这是我父母的遗物 不要连的东西 给我 第一巴掌是为了我死去的父母 第二巴掌是为了死去的阿宝 你三巴掌是为了我死去的儿子 楚慈 你疯了 来人给他哄出去 求求 你 楚慈 你还是这么顽劣不堪 各位 却笑了哈 这个女人就是害死他父亲和野男人自奔的楚慈 和别人自奔 他在啥 楚慈 这怎么回事 楚慈 你名声都那么臭了 怎么还敢来嚣张 当初你们两个花一千万请我来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态度 一千万 你们两个看看 我到底是谁 你居然是神医云雀 我不信 你怎么可能是神医云雀 神医云雀 真是他 马家主 马家主 救世纪人 本就是我的职责 要不是您出手相救 我那得血癌的女儿早就没命了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您一定得收下 他凭什么这么有本事 乔乔 有救了 马家主 今天的事与您无关 请您回吧 你们母女俩还真是不要你 把包还给我 一起脸面 乔乔的命格重要 你现在立马给他这边 否则的话 我就把他给摔了 抢人钱财 威逼利诱 你女儿得病 也是你们两个种下来的恶果 出此 你到底给不给我治病 不给 你死不足心 现实 碰什么 小水 你怎么样 有没有事 没事 小伤 楚娇娇 我不会让你轻易死的 这样太便宜你了 我回去给你处理伤口 好 他们怎么一直跟着你呢 走吧 走 小伤 我知道还有谁能救你 坐我的车吧 你的老斯莱斯 不是 我老板呢 再不处理伤口 血就干了 有 来 正宝消息 陆氏集团总裁英雄救美 谢宝 你干什么 别动 这么贵的车 碰坏了 咱们可赔不起 我老婆是受人 减养的神医云雀 区区几百万的车 怎么可能赔不起 我跟你说啊 还真赔不起 我都是公益修人 老婆大意 说到 这陆氏集团总裁 他前一段时间 还找我来着 说 请我给他儿子治病 我给他打电话 不用 他老婆就是医生 那他也不一定有我神吧 跟你一样神 陆总老婆也是医生 有机会讨家讨家 小小 怎么了 我让你给我找医生 你带我来幼儿园干什么 能救你的人 就在这幼儿园里 我还一直怀疑 楚火火的医术 为什么会如此高级 现在看 一定是楚慈教的 那还等什么 进去 你先回去 这件事让我来 你是生面孔 小若元老师看到你 一定不会把他教你 我来 这次必须万无一事 我的病 等不了了 莫泽 路总 我来接小少爷放学 不用了 以后我接 是 莫泽 陆总 还有什么吩咐 离楚娇娇远点 萤火上山 谁都救不了 喂 娇娇 快点擦 擦不干净 不许回家 老师你偏心 你凭什么欺负我们 因为你们穷呀 要是你们跟真真家里一样有钱 老师也对你们一样好 你给我跪下 我要骑马 听到了吗 跪下 真真小姐要骑大马 老师我们都是祖国的花朵 你凭什么区别对待 就你 还是祖国的花朵 但凡你家里 跟真真一样有钱 我也跟你一样好 你为人师兵 就是这么叫着孩子的 爹地 别怕 爹地散 刚才 是你想欺负我儿子 老师我怕 别怕 老师保护你 给真真小姐骑 是你这儿子的福气 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 老师 我要告诉我的爸爸 他们欺负我 好 真真别怕 老师 等会就打电话给你爸 让你爸 把这三个穷酸 全部赶出去 你爹地是谁 真真的爸爸 是陆史集团的总经理 让他来 方方 带妹妹去洗脸 去吧 都忙成什么样了 还有人欺负我们家孩子 谁啊 老师 老师 是谁 你给我说 谁欺负我们家孩子了 马经理 陆总 陆总 陆峰峰 难道他是陆史集团的 总裁啊 你这 你上着陆史集团的名声 在外活得很潇洒 连我这个总裁的儿子 都要被你女儿当马骑 当马骑 我 你这 咱们俩赶紧去跟少爷小姐 兜欠去 走 是老师叫我欺负峰峰峰火火的 是老师叫你欺负峰峰火火的呀 我把孩子送到这来学习 你现在教的孩子是什么 陆总 是我狗眼看人爹 再也不敢了 你这种人不配当老师 还有你 以后不用来陆史 在家好好教育孩子吧 陆总 我 爹地他们没有欺负你吧 怎么会呢 回家了 废物 给我全世界寻找神医 却不信除了楚慈那个贱人 还没别人了 除了我 没有人能治好你的病 签了 你想让我离开楚家 当年你跟你妈怎么把我赶出去的 如今我就怎么把你赶出去 这呢 就叫做县世报 楚慈 你还记得六年前的阿宝吗 我知道他在哪 楚慈 你骗我 都跟你说了 阿宝不会跑 怎么 很失望吗 楚慈 六年前我就跟你说过阿宝已经死了 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 什么意思 楚慈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差不多好 差不多 那就是没完全之好 楚慈 你这个贱人 你敢骗我 干什么 滚 楚娇娇 楚总让我告诉你 你被辞退了 该滚的人是你 这是 这是我前夫的骨灰 阿宝死了 我的儿子也死了 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儿子还活着 你说什么 阿宝 阿宝没死 你把他藏哪儿了 只要你治好我 我去告诉你 楚娇娇 你最好别跟我耍什么花样 放心 我现在只想活命 嗯 老婆 我要出去找我老婆 阿宝 好 我给你治 差不多好了 阿宝呢 谢谢楚大神医 治好了我的血癌 我问你 阿宝呢 抽什么急呀 阿宝又跑不了 喂 你过来一趟 好 我马上过来 你说什么 你儿子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可能还活着 怎么会呢 我可以帮你找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儿子风风从小缺少母爱 你要把风风 当做亲生儿子对的 这还用你说 我早就把风风 当成自己亲生儿子了 你们两个小心点 你强服的骨灰 已经安顿好了 好 谢谢 我接个电话 楚氏的帐空了 一定是楚娇娇那个混蛋干的 楚氏曾经最大的合作方 是陆氏集团 但前段时间 陆氏集团突然断绝于我们的往来 陆氏集团总裁今天 放话谁和楚氏合作 就是跟陆氏过不去 好 知道了 六年前 楚氏仪式的儿子找到了吗 家里有活活小姐的DNA 通过高端技术模拟出 他龙凤胎哥哥的相貌 这是那个男孩的照片 你儿子的事情 有眉目了 他还活着吗 暂时还不知道 不过 有这几张照片 你看一下 你看了吗 放心 这些照片仅此一份 除了你 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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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刚才妹妹抓猫咪 不小心磕到头了 快 去医院 走 给我针对楚氏集团 务必三天内 让他破产 如果楚慈问起来 就说是陆总安排 陆孝 杜孝 楚慈 始孝有我在 永远没想象这 哪位家属去交配 我去 楚女士 你孩子是2H阴性血 现在医院急需这种血型 医生叔叔 我跟妹妹一个血型 我可以给妹妹输血 孩子 你还太小 不能输血 况且 哲戏亲属 是不能互相输血 这样容易出现血绒犯 危急生命 火火遗传了我的稀有血型 没想到风风也是 哲戏亲属 难道 难道风风就是当年阿宝 带走的孩子 我伙是亲兄妹 找到血缘了 找到血缘了 可以出血了 如果风风是当年那个孩子 那你一定是我的阿宝 放心 火火一定会没事的 不行 六年前 找到血缘了 找到血缘了 可以出血了 糟了 不能让火火出血 楚三 你冷静一点 为什么不能出血 因为你跟火火是 因为你跟火火是 医生 我老公的血也不能 书写很成功 孩子的伤口也已经缝合好了 一会儿就可以带孩子回家了 书写成功 这陆湘 和火火没有血缘关系 他怎么会在这 陆总 您看到什么了 六年前那个女人留下的玉佩 什么 难道 六年前那个女人是楚辞 不可能 陆总 是不是您记错了 您把她拿回家了 你现在到我办公室 打开左手边的抽屉 我现在就在您的办公室里 抽屉里 什么都没有 玉佩不在这 陆总 楚辞之前 对你隐藏神医身份 可能另有目的 您现在 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你鬼鬼祟祟 干什么呢 铺被子 是吗 你要干什么 明天姐带你去买房 你要买陆氏集团的房子 对啊 这姓林书院 价格虽然贵一点 但是是本市的楼王 还是重点学区房 我刚拿回 楚氏集团的股份 买一套 还是戳戳有余的 女士好眼光 买楼王 有保障 陆总 陆先生等一下 陆先生 刚才我送血袋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了您的胳膊 没事 这是我送给你女儿的小礼物 我女儿最喜欢这个玩具 你女儿肯定也喜欢 谢谢 爹地送给我呗 这是送给妹妹的 爹地众女青男 我不会是你垃圾桶里捡来的吧 你是我充画费送的 臭小子 风风是陆霄捡来的 风风 以后妹妹有的 妈咪都给你买 好不好 耶 我爱妈咪 给妹妹送过去 你刚才 为什么那么激动啊 没什么 陆霄 谢谢你照顾风风六年 怎么突然说这种话 因为风风是我的亲儿子 你叫他什么 陆总工 工地工程师 等我们介绍一下房子吧 来这边请 你看这栋 一山半水 独栋别墅 风水最好 那 那一套 多少钱 这栋 也就一个 一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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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老公不太喜欢这儿的房子 我们改天再来 怎么了 太贵了 经理 能砍价吗 太能了 我们楼盘现在正在搞活动 答题赢房子 还有这种好事 说问题 什么蛋不能吃 是笨蛋 答对了 恭喜夫人 喜提房子一套 这 大平层就免费送给我们了 拿你免费的一般都是最贵的 先进去看看吧 你要不还是先等等吧 干嘛这么慌张 因为风风是我的亲儿子 我也把活活当做我的亲女儿 我的意思是 算了 以后我可能和这个男人一起生活一辈子 风风是谁的亲儿子 也不重要 从此以后呢 公主跟王子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生了小公主和小王子 爹地和妈咱们就是王子和公主 但是我们家不是城堡 风风 活活 爹地跟妈咪呢 要好好努力 让你们以后住上大城堡 好不好 好 妈咪我掐指算了 你是人间一朵富贵花 喂 牧泽 我的房产证你放哪儿了 陆总 房产证放在您房间的床头柜里了 他怎么在这儿 干嘛这么慌张 电话 我公司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你们先进去休息吧 好 那你先去忙吧 爹地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们 怎么会呢 这个房间灰太大了 爸爸来找人打扫一下 我带你们去吃可奈机好不好 好 去外面等我 去吧 牧泽 派人过来 把我那张照片弄走 我马上派人去 小焦 你现在一定很疼吧 放心 我一定会让主子 因为他的袖手旁快 付出代价 这些都是陆氏搞的 是 楚总 不出意外 楚氏明日宣告破产 我要去见陆氏集团的总裁 你好 我要见你们总裁 陆总已经下班了 我帮您预约明天 不行 我现在就要见他 你是 我是楚氏集团的总裁 我想要见陆总 麻烦你通报一下 您是楚慈 大刘 如果一会儿有一个叫楚慈的女人来找陆总 把这个给他 好的 不必告诉他 是陆总给他的 来 慢点 找一个 他就是陆氏集团陆总 弄这干什么 过来 你好 陆总 我是楚氏集团的总裁 陆总 你连伺候的金主姓什么都不知道吗 记住了 我姓金 你就是陆总 送给我的公主 什么公主 这妈子 装什么青春啊 来 让哥哥牵牵 金总 您可能是误会了 我不是 误会 让这么待劲 赶紧脱了 让哥哥姐姐馋 你敢打我 卧槽 有个性 我更喜欢了 你们挨个包厢搜 快点 陆总 就是这点 先生 陆总吩咐过 任何人都不能进这间包间 我说的 还敢欺负老娘 你当老娘这些年白混了 你跟那个陆总 就是臭鱼烂虾 一丘之鹤 人渣败类 主子 陆潇 那个 错了了 你没事就好 陆潇 你 你怎么了 主子 我跟你说 跟那个陆氏总裁 算是携下梁子了 携梁子 他把我送给这个金胖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我当什么人了 你搅拾吧 事情要办得不错 朱瓷 朱瓷 很快就身败名列了 墨子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陆潇 你个蠢货 你手里的预备是蠢子的 而你的预备在我手里 主子 主子是我老婆 你动他之前 就没有考虑过吗 陆总 是那个金总搞错了 怪我 是我没照顾好夫人 是我没照顾好夫人 墨子 你是个聪明人 干扰你不干扰的人 小心我又了你的命 陆总 求你给我一次将功数过的机会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婆 你干什么 今晚的事 跟那个陆总真的没关系 你怎么知道没有关系 你又不是陆总 拿来 我是 你是什么事 我猜那个陆总 一定是一个惹人厌的糟老头 你真的误会了 给我备礼 明天我要亲自去处事集团 向我老婆坦白 我就是陆氏集团总裁 陆潇 陆氏集团总裁 哥哥 我就说 爹地在隐藏大佬的身份吧 但这个身份也太大了吧 爹地 你儿子我都过六年苦日子了 还不是怕你知道自己是富二代 不上进不学好吗 爹地 你为什么要跟妈咪隐藏身份 你是不相信妈咪吗 婆婆啊 明天 明天爹地就在你们妈咪谈牌 好吧 所以爹地 你是让我和妹妹今晚帮你保守秘密呢 没问题 但是 你们要求最好合理 我都肯德鸡 肯德鸡 你们的爹地呢 妈咪妈咪 你要成为富婆了 富婆什么呀 妈咪的公司都要破产了 是负债的负吗 破产 妈咪去趟公司 你们两个好好待在这里 好不好 楚氏的股票现在怎么样 大爹 要不我们再去求求陆氏吧 楚氏 等一下 楚总 是陆氏集团 总裁特助 莫泽 这男人好像在哪见过 有事吗 楚总 咱们舍购 你算什么东西 让你们陆总过来 一定要给我拖住陆小 现在我要让楚辞 为什么把公司魂给交交 莫泽住放心 陆总现在在城东开会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楚总 咱们公司就是被陆氏搞垮的 我看他们就想趁火打劫 通知所有股东 告诉他们公司表情 我不同意 你 赶紧收拾东西 滚蛋 好段段的医疗气息不错 拼药研发什么 无法充药 人家说的果然没错 你楚辞就是个扫把星 你一回来 公司就倒闭 谁说的 我说的 我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罢了 木特助 今天可是我们楚氏的内部会 你们楚氏那一外患 更需要我这个救世的 不知 我们陆总说了 如果你把公司还给楚娇娇 他就放过你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他就让你 万级 木特 你真是愿发不把我放在原里 陆总 您不是在城东开会吗 原来 是你一直在背后挑拨我和楚则的关系 楚氏集团 本来就应该是娇娇的 是他抢走了娇娇的一切 木则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不分机 那总也怪我不给你留活路 来人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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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香 原来 他一直在骗我 陆总 陆氏和楚氏一直合作得好好的 您为什么突然针对我们呢 一定是因为楚氏 楚氏 你现在立刻给陆总道歉 今天就是你跪下磕头 也要让陆总重新跟我们合作 对 必须道歉 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今天就以董事长的身份正式告诉大家 楚氏集团必须转型 以后也不会跟陆氏集团合作 陆总 我劝你还是请回吧 山手 你个黄毛丫头 态度还挺男后 你以为你是谁啊 陆总是你能得罪起的人啊 赶紧给我道歉 楚则 对不起 错了 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陆总 你都不知道 他找了一个二婚的老公 是在工地里搬砖的 一家子的 粗笔过海 滚 你听到没有 陆总让你滚呢 这从今晚后 楚氏集团 就是我们几个骨刀管理 让你滚 对不起啊老婆 我不该向你隐瞒身份 陆总 我们楚氏被针对了 现在已经要破产 怕是容不下你这尊大佛 还是请你走吧 楚氏的情况我并不清楚 都是木则搞的鬼 我相信我 我一定不会轻扰他 我不相信你 陆总 你堂堂商业大佬 竟然假装搬砖的人 来跟我玩闪婚是吗 好玩吗 不跟你玩了 我警告你们 楚氏是我老婆 你们胆敢再轻视他 别怪我对你们手下不留情 楚氏 你干什么啊 陆湘 你放我下来 老婆 我恳求你 原谅我 我为什么要原谅你 陆湘 你从一开始 你就不信任我是不是 你怕我基于你的财产 我告诉你 我楚氏 我喜欢你 妈咪你嘴怎么肿了 我 爹地你吐口红了吗 庄介送的这个房子 也是你的吧 是我的 但现在也是你的 方方 妈咪你别怪爹地 爹地他的身份 光瞒着你 连我都不知道的 我这不是想着 穷鸟儿 他以后长大了 再告诉他嘛 风风是个好孩子 即使是富二代 也不会乱花钱 对不对 我不是怕他乱花钱 我是怕他创业 老婆说的对 风风 火火火 爹地向你们道歉 爹地 拿出点成衣来吗 你这是在贿赂我 请车 原谅我 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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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看在 风风火火的面子上 原谅你吧 不过 你要告诉我 你还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 其实 六年前 六年前什么 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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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来跟我谈条件吗 蠢佼佼 不是穆泽那个蠢 我认得拿你 我只想活命 就凭你对我老婆 做的那些肮脏事 你就不配活着 六年前 要不是她 我也不会得病 也不会得癌症 她是罪人 罪人 六年前 储慈会是六年前的女人吗 把金子去问她 不是 李泽 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陆啸大大 佼佼 你看看这个 你的病 不能再多了 真的要这么做吗 月辈 阿宝 秋子 是吗 我都得是 陆先生猜警了 陆先生 您想啊 您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好在您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 陆先生 他这是怎么了 陆先生六年前失去了记忆 不过经过刚才的电机 我想他现在应该再逐渐恢复吧 对了 陆先生 这事当年在车祸现场 找到了您的玉佩 您先好好休息 我们就不打扰了 我就是那个阿宝 佳佳 这是唯一能救你的办法了 但是 要是二路俏知道 处则的造血干细胞 直到五体内 我求死定了 那就不让他知道 妈妈到了 我就去玩卖 啊 啊 糟了 妈咪今天有节 快 活活 给爹地打电话 嗯 乔乔 相信我 你的平马上就能好了 陆先生 手术要开始了 你发现 我会注意 不要打麻药 我就让虫子活活疼死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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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刘医生 陆总情况 现在怎么样 我老公没事吧 陆先生 现在照顾很好 我想明天 就可以出院了 嗯 刚才叫我善 陆霄 你是我的老公啊 你看 我们的预培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这是我们的弟兄姓务 陆总 您 还认识 妈咪你终于醒了 陆湘 芳芳 你 你 爹地呢 妈咪 爹地在隔壁病房 在外边的保镖 叔叔 凶巴巴的 不让我和哥哥 进去 乱再住 妈咪 爹地的预培 跟你的预培一模一样 那你的预培呢 霍霍 你说 爹地的预培跟我一样 那那陆霄 就是阿宝 陆霄 你是谁 你说什么 他醒了 他是谁 我在哪 不用管他的死 快点动手 好 楚慈啊 楚慈 你说你何苦 当初答应我把楚娇娇治好就行了 这样 你也不用散 不知道 陆霄 陆霄来了 爹地 妈咪就来那里面 把少爷小姐带回去 是 楚慈 楚慈 陆霄 陆霄 你是谁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谁 我是你老婆楚慈啊 楚小姐 夫人交代过 陆走生命期间 是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请你离开 你放开我 我不是闲杂人等 我是他老婆 老公 你快躺下吧 这种人跟红能区的战阶女 没什么两样 咱别搭理他啊 弄心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的确不认识你 成功了 陆走曾经失忆过 听说你是神经外科的专家 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你是想让我帮他恢复记忆 我就让他急走 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呀 让他出去 你放开 六年前你是不是叫阿宝 六年前你是不是叫阿宝 等等 放开我 他怎么知道我叫阿宝 阿宝 你记起来了 六年前我叫小慈 你叫阿宝 是不是 六年后我们结婚了呀 你胡说 跟陆总结婚的分别是我 你看 还好我早有准备 阿宝 这结婚正是假的 我们才是真的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没有骗你 楚子 够了 你在这发什么骚呢 跟阿宝结婚的人分明是我 从始至终都是 楚娇娇 我不知道你在耍什么手段 但如果你还想治好血癌的话 你就把阿宝还给我 我的病 我老公自然会有办法帮我治 你 你敢断我的人 老公 他打我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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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巴掌 这娇娇还给你 不过今天看到你这狼狈的模样 真可笑 沐泽 你要是拿着我的骨髓去救楚娇娇 我就咬蛇自尽 初慈 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娇娇以后成了陆氏夫人 到时候就有陆总给他钱 这天底下是有什么事 是钱解决不了的 区区一个小孩算什么 看看吧 这是什么 他就是六年前巷子里的那个男人 也是那两个野主的爹 他也叫阿宝 但是 他是宝 安等宝 陆湘不是阿宝 可活活说他是 一个小孩子说的话你也信 楚慈 认清现实吧 你的阿宝已经死了 陆总其实认出了你 但是经过这次车祸 他觉得娇娇才是更适合他的 牵了这份河头 带着那两个野主离开 再也不要出现 否则 弄死那俩野主 离婚协议书 陆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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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这样吗 我在头为什么这么头 老公喝点粥吧 哈哈哈哈 出去 站住 老公怎么了 你的两个孩子吗 阿宵 我们虽然结婚六年 但并没有孩子啊 我说 陆总 刘医生来了 刘医生 陆总头疼的厉害 快去给陆总看看 给陆总催眠 让他忘记孩子的事情 是 一个月了 陆湘 你脑子里已经认定我是你老婆了 舅舅 怎么样 我给你买的健康药 你的身体 不怎么样 陆湘都不堪 马上被我刷暴了 我要是不嫁给他 那我就没有更多的钱买药 到时候就只有死路一条 陆湘 我先 我不会让你死的 处刺到底怎么回事 这都一个月 灵灰姐怎么还不欠 你 洛湘怎么突然失踪了 妈咪 爹地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妈咪 伙伙也想爹地 妈咪 爹地去哪儿了 妈咪 我看不出 爹地把我们给忘了 难道牧泽说的是真的吗 陆湘真的抛弃我们了 妈咪 最近怎么不带玉佩了呀 火火 以后不能撒谎 和妈咪一模一样的那个玉佩 在你亲生爹地那里 对呀 爹地又快跟你一模一样的玉佩 火火 我说的不是 我从不撒谎 陆湘爹地的玉佩 跟妈咪的一模一样 放哪儿了 玉佩怎么会不见了 难道是搬家的时候丢了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陆湘怎么会拿我的玉佩 哥哥 你让妈咪一个人去找爹地 妈咪会不会有危险 伯伯 爹地才是真的有危险 你忘了今天在幼儿园 刘晓葵跟我们炫耀什么了吗 刘晓葵说他爸爸是医生 会催眠 他爸爸现在给陆氏集团总裁治病 所以我断定爸爸真的会被催眠了 导致忘记我们和妈咪 陆湘 你在哪儿 陆湘为什么要偷走我的玉佩 难道阿宝的死跟他有关 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 老公 你最重要的人 当然是我呀 不过去 老公 喝口酒吗 喝完 头就不疼了 等我怀了孕就用孩子的臍带血治好我的血癌 老公 我们要给孩子吧 老公 在小里放了什么东西 当然是 出品的东西 别墅这么大 陆湘你干什么 陆湘果然在这儿 陆湘跟我离婚 不是为了跟主娇娇在一起吗 怎么又是你 不对啊 我俩现在还没离婚 我自己的老公怎么就不能看了呢 我 陆湘 陆湘你放开我 你能等我了 陆湘 你怎么了 你被下药了 我可以帮你啊 你 怎么了 身体怎么更热了 他太有感觉 可他不是我老婆 我 你怎么样 好点没有 你用身体帮我 走 他 陆湘 陆湘你醒醒 你快说 你为什么要拿我的玉佩 陆湘 陆湘 被催眠了 老高 我不着急要宝宝 你消消气不错了 初次 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你 亲父依父 你为什么要给陆消消样 为什么要给他催眠 什么催眠 快 宝宝 宝宝 住手 初江小 仙人 又一次战友陆消 我恨你 宝宝 你消消气 先回去休息 我来好好教训教训 初次 这次你彻底完了 初家小 血癌可没有那么好治 初次 我还正想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什么的 你还记得 一个月之前 你答应过过什么 干什么 陆消 救我 老公 是这个女人 她私闯名宅 还对你图谋不轨 我可以叫醒叫醒她呢 陆消 她是骗你的 她不是她 陆消 她骗你的 我才是你妻子 老公 我是你老婆呀 你该相信的是我呀 你 还有你 出我家 陆走 娇娇才是你老婆 你凭什么要抗护她 我讨厌你 来人 老公 把他们俩给我赶出去 别忘了你们的工资 是谁发的 哎 哎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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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鲁消 我的月佩是不是在你这儿 啊 啊 徐佩 你到底是谁 你没想起来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还记得 一个月之前 你答应过我什么 敬酒不吃吃法就是了 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考虑一下 洛乔不会这么突然提离婚 老师姐 我要搞清楚这其中的猫腻 离婚有什么好考虑 怎么 楚慈 你去险 我爱陆湘 我不管什么爱不爱 给我一个对我有利的理由 我知道你爱楚娇娇 楚娇 退了 我都忘了 你楚慈可是大神医啊 那你现在把娇娇治好 我就给你时间考虑 治不了 他需要黑山的肉灵芝 但是肉灵芝百年难得一遇 那你还跟我费什么话 可是我知道 可是我知道 国外有一种特效药 可以缓解他的血癌 我已经给够你足够的时间考虑 今天你必须跟陆露宇 你必须跟陆霄离婚 放心吧 这次很快 这儿需要摁个手劲就行了 放开 那你为什么要救我 因为心疼 我还有些头疼 你走啊 你心疼我 陆湘 你到底拿没拿我的玉佩 如果不是阿宝的话 为什么要拿走我的玉佩 陆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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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有没有事 明天姐带你去哪 爹地果然在这 爹地看起来好像不舒服 妹妹 妈咪会治好爹地 哥哥 我在故事里找到最有效的 治疗方法 你跟见笑你要相信我 嗯 爹地你快恢复记忆吧 只要连续喝三天药 陆湘的记忆应该能恢复 奇怪 刚刚明明有两个小孩进来呀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哎 你是 啊 我是 陆先生的医生 啊 他头疼我给他熬点药 哦 这家主人姓陆啊 啊 对 我之前没见过他 你是小慈 你认识我 你是小慈 你认识我 对呀 我认识你呀 有年前 在乡下 哎呦 咱俩是邻居呀 也是 当时啊 你眼睛看不见 你老公又是个傻子 哦 对呢 当时还给你俩拍过照片呢 照片 是啊 当时说好了呀 洗完了就给你俩送过去 结果 师兄说 你家房子着了 那 照片现在还有没有啊 有啊 有啊 哎 我给你拿去 等着 啊 哎呦 我放哪了 哎呦 这两口子 真好看 要是被储慈 他们看见这张照片 我们的谎言 全都 那就不让他看到 储慈 储慈 爹地 你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们妈咪呢 张来 妈咪有危险 刘妈怎么还没回来 储娇娇 姐姐 是在找这个吗 玉佩怎么会在你这里 还给我 姐姐 我是来求和的 玉佩和傻阿宝的照片 我都可以给你 求和 你又想干什么 我想要 你这样子 你去哪 对 你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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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 去哪 妈咪 多吃 妈咪 妈咪 就该死 你 会不记忆了 左小小 这次伤害 我一定会让你流出奉还 左小小 老婆 坚持住 罗湘 是我 罗湘你想起来了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是吗 老婆 老婆 爹地 这是你和妈咪的照片 我们听好了 初次 六年前的女人 是你 风风火火 都是我们的孩子 命运为什么要这么捉弄我们 爹地你哭了 爹地没哭 爹地的声音都哑了 要吃药药 阿宝 竹子 我在 阿宝 你没有死 我没有死 可我又看不见了 我还是看不见你的样子 老婆 你看到过 阿宝 就是陆霄啊 陆霄 六年前我中了情都 变成傻子 我们在江下破屋里 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日子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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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 伤害过你的人 我帮你一一阐住 只要楚子死了 陆霄 就是我的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佼佼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突然病发 蠢磕 我的药被降爆了 陆先生 事情已经按照你的意思办好了 我的眼睛 什么时候才能好 放心 我们的女儿会治好你的 佼佼 你不要去求他们 我可以治好你的 你就去废物 滚开 楚娇娇 你来了 陆霄 是你换了我的药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直接换成毒药 毒死我 储子 陆霄 送我求你们了 救我一命 对不起 是我错了 除此 我求你救我一命 让我活着 难民不过错 这两瓶药 我忘了哪瓶是特效 哪瓶是毒药 你自己选吧 一瓶 一瓶是救命的特效药 一瓶是毒药 楚娇娇娇 选择权 现在在你手里 储子 我的人生就是被你毁的 我一定要活下来 我一定要活下来 活下来 求莫你 是这样 娇娇 不可以 不要吃 莫泽 你干什么 娇娇 董晓和楚慈没那么好心 他们怎么会救你 再说了 他们根本没有找到黑山的肉鸣汁 怎么可能研制出特效药 他们就是在骗你 对 你们不可能有这么好心的 巴不得我死在这里 他巴不得我死在这里 娇娇 你们又对娇娇做了什么 他本来就时日不多了 加上集火攻心 刚刚那两瓶特效药 明明有救的 特效药 那两个瓶子里 都是特效药 是你害死他的 不可能 我怎么会害死娇娇 楚慈 你不是说没有黑山肉鸣汁 就研制不出来特效药吗 但你忘了 我有一个医术比我更厉害的女儿 牧泽 看在你跟我这么多年的份上 带上你的娇娇 永远不要再出现 终于结束了 他们再也不会来欺负你了 老公 我想回家 爹地妈咪 爹地妈咪 妈咪 我研制出 就好你眼睛的药了 真的吗 活活 太棒了 妈咪小心 洛湘 这里是我们曾经的家吗 对 我知道你很喜欢这里 明天你就可以看见了 我晚上有个会议可能晚点回来 方方活活 你们要照顾好妈咪 保证完成任务 一瓶 是救命的特效药 一瓶是毒药 楚娇娇 选择权现在在你手里 楚慈 我的人生就是被你毁的 我一定要活下来 我一定要活下来 活下来就摸你 是这样 娇娇 不可以 不要吃 莫泽 你干什么 娇娇 陆小和楚慈没那么好心 他们怎么会救你 再说了 他们根本没有找到黑山的肉铭质 怎么可能研制出特效药 他们就是在骗你 对 你们不可能有这么好心的 巴不得我死在这里 就巴不得我死在这里 娇娇 你们又对焦焦做了什么 他本来就十日不多了 加上集火攻心 刚刚那两瓶特效药明明有救的 特效药 我能看见了 妈咪 我把你眼睛治好了 恭喜妈咪重见光明 谢谢两个小宝贝 蚊子真可恶 居然把妈咬成这个样子了 是 真可恶 这个露霄 真是没情没重 你们 爹地呢 在游乐场等我们 请公主更衣 请公主穿鞋 你们爹地在搞什么名堂啊 等会你就知道了 老婆 老婆 我签你一场求婚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宝贝们看过来 茄子 老公 你回来了吗 我回来了 露霄 你的声音怎么 处辞 跟我的娇娇陪葬去吧 怎么了 露霄 我梦见牧泽要杀我 他不会善把甘休的 风风跟火火肯定会有危险 他以后不会再出现了 牧泽 我给过你机会 陆总 你又误会了 我亲戚住在这 我不是来找储子的 这栋楼头已经被我买下了 除了我 没有其他人住 你是个孤儿 哪来的亲戚 陆小 你忽得了储子一时 忽不了储子一世 储子的敌人只有你一个 那你去死 把他关进黑山别墅 让他给我自生自灭 陆小 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老公 有你真好 我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